稻種與肥料 慈濟5月時 發放給瑞娜滾村農民 他們不再需要四處借貸 為了讓收穫量增加 慈濟志工邀請戴智鎮農業局 指導栽種技術 首先以拖拉機替代黃牛梨田 再用播種機替代人工撒稻種 我媽媽在馬里 一種是直接播種 一英畝農田可以節省一羅半的稻種 第二種方式 人工插秧 能夠預防蟲害 更容易施灑肥料 也能夠讓稻田空氣流暢 看著稻子成長結碎 一百二十天成熟收割 慈濟提供收割機器 相對於往年人工收割 也幫助農民更快速進入晒谷階段 教練im 她們不 tracking 和花絲的兵鎮 通常不與助農多 不掃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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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來 我也是在甚麼時候 我在曼文布時 維持牠們幾條 歹程會有圍牲 在 Brain Don't want them to show. 前往一天就更уль. 如果我們為甚麼可以 撐到刃子 上刀子 我的ため 我們 back up with a village. 我們到 later 也有人在家裡 我們家如果是分給牠們 我們家裡看看 農耕基械化 農民逐渐自给自足 并且持续存米铺满帮助弱势 长远目标要打造瑞纳滚村 成为模范村 大爱新闻缅甸报导